接下來第一場地要進行的是 公開與主第四輛組的金牌戰 裁判介紹 現在即將要進場的是 由白芳國力體大鄭宇晶 對上藍芳台北市大廖宇樓 藍芳選手國力體大鄭宇晶 藍芳選手台北市大廖宇樓 選手請進 我們藍芳選手 台北市大廖宇樓 是去年107年全大運銅牌 也是今年2019拿玻璃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代表選手 白芳選手國力體大鄭宇晶 則是去年107年全大運的金牌 今年也爭取二連霸 看是否能成功 非常的不簡單啊 這兩位選手 雙方攻勢 你來我往 沒有獲得得分 雙方 雙方激烈的搶手中 雙方互所雙秀 鄭宇駿選手做了一個 掉秀的動作 沒有得分 雙方選手 實力相當 藍方選手做出一個大內閣 取得半勝 雙方 雙方選手現在試圖進入故技 時間還有2分24秒 我們白芳選手 鄭宇晶 要更積極的去搶攻了 藍方選手 現在似乎想要關節 但是白芳選手 守得非常的好 沒有讓他得逞 南方選手 廖宇蓉 也是不簡單啊 時間剩下1分40秒 白芳選手 白芳選手 依然沒有有效的得分 白芳選手 正已經 嘗試做了大內閣 可惜 沒有摔倒 哪些 白芳選手 白芳選手 廖宇蓉 一直在做 我們 故技的攻擊 時間剩下最後的58秒 白方選手要積極進攻啊 因為目前處於落後的狀態 我們白方選手鄭宇敬有沒有辦法獲得二連霸呢 就要看這最後的五十秒了 雙方互鎖雙秀 誰也不給誰機會 雙方互鎖雙秀 鄭宇敬選手要 要最後的三十秒 積極的去進攻了 我們藍方選手廖宇龍也守得非常好 完全沒有讓白方選手鄭宇敬有機會 雙方剛剛因為消極 所以就被判了一支指導 剩下最後九秒 雙方選手試圖做出一個關節 只剩下最後一秒鐘 只剩下最後一秒鐘 相當的可惜啊 我們恭喜 南方選手台北師大廖宇龍 獲得公開女子組第四季金牌 也祝她在 今年拿玻璃世界大學運動會 能取得佳績 也許